表決大戰前一天 這消極會也連署輸 達到了20萬人的簽署 消極會目前是敗會了各個黨團 其中也敗會了民進黨團 但開放萊豬 似乎蔡政府已經認為一定是定局了 綠營立委似乎不敢違背黨議 我們來聽聽董事長黃怡騰最新說法 12月16號我們針對 就是很多消費者希望 我們能夠把反對的聲音 能夠透過國會來表現 表達出來 我們就帶著這樣的民眾的一些期待 消費者期待 我們先約訪了國民黨 台灣民眾黨 還有時代力量集團 政黨 另外還有高金數媒代表的五黨籍 當然民進黨我們也邀約 經過聯繫 他們都接受我們的拜訪的 這樣的一個邀請的一個請求 他們都有都接見 我們一如預期的 我們在目前在野的 這四個陣營裡面 他們都接見的時候 對我們的來意都瞭解 所以他們都很欣然的在表達支持 認同我們請見的目的 就是說希望他們能夠連署 我們消費會發動的巨次萊克多巴胺的豬 另外他們也會跟我們表達說 他們會在國會電場上表決的時候 這個是站在一個反對萊豬進口的立場 所以我們就當場請他們簽上我們帶過去的連署書 他們也樂意 然後有些委員沒有來 令人感動的是說他們也委託他們的同僚 或者是他們的助理到場來親自帶著印章 帶著他們的簽字來在我們連署書上簽字蓋章 給我們很大的一個鼓舞跟支持 我們拜訪執政黨民進黨的時候 他們當然也是歡迎 但是他們是由幹事長曾孕鵬 鄭委員來代表 我們見面的時候 第一個就先說明來意 然後也合個言而至 就是說針對這個議題 民進黨是如何的站在執政黨的立場 他們認為說要開放進口是他們的選擇 我說民意這麼反對 當時你們也是站在民意的這一端 他說他們願意承受民意的對這個的批評 甚至那民意反撲呢 他們也他們準備面對 那說得非常的毅然決然 我相信選區不同 或者是每一個人的那個叫從政理念 應該對這個事情 應該是容許他們站在民意代表 我們的一個授權的角度上 他應該勇於表達民意 做出正確的決定 那如果執政的政黨 他們就是又用黨意加持的這些 民意代表該有的反應民意 那這種民主不是真的民主 是反其道而行的 所以彭正先生他有說就是可能 他其實自己的立場是怎樣 然後有提到說但是上面已經決定了 他們確實有講過說 這個事情他們黨團已經做了決定了 所以所有黨籍的他們執政黨的立委 都應該要一起遵從黨意 這個遵從黨意不遵從民意 或者是順了美國 而定了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 這個政府到底是什麼樣 代表誰的政府 我們覺得就頗有可異